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第一節已經跟我的好朋友愛華頓球迷方包討論了這場球 尤其是站在愛華頓的立場,他們怎樣看這場球 我亦都說了,我們近來的一些短處,尤其是後防方面,正正是他們的強項 蝦米仔的大轉邊,我也有看了一兩場 因為愛華頓踢球都是我們吃飯時間 不知為何,我多多一點去看一些 真是有些了道,但我們正正雲比沙卡就是手後處經常出現漏洞 所以我的佈陣會盡量針對這裏,希望可以做到一些事 關於我們的民意調查,或者是投票 多謝總共96位朋友作出投票,投了他們的一票 結果就在我這裏見到,這裏這麼難動的,搞甚麼 就是這個了 就是這個了 頭一的,即是這場球贏的,反底 Oli繼續,或者蘇斯特查繼續 連續,大約有34.4% 即是大約三分之一的人,都仍然希望我們要贏球 就算蘇斯特查留下,都要贏球 或者他們本身想蘇斯特查留下,都仍然不頂 第二,就是輸球 然後蘇斯特查就很大機會炒 雖然有些朋友都說,就算我是頭一的 但我也是想蘇斯特查留下,是有的 這個也是我做民意調查的地方 沒有那麼多選擇給大家 二選一,就是贏也輸 當然有機會和波 但我們大家都明白,做民意調查 有時不是為了結果 是想看看大家究竟 對現在的情況 老實說,類似叫做有多不滿 或者要犧牲多大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做出一個改變 又或者你覺得不需要改變 其實我真的很想知道這些資訊 從這個投票的結果,就看到 我想很多朋友都真的 說真的,可以投票的 我端估你至少九成九,或者九成以上 都是萬聯球迷 但竟然有三分二的朋友 就算輸球,都要做出這個決定 你就知道 各位萬聯球迷 對球隊的失望程度是怎樣 蘇斯特查一直都說自己是有責任 所以他都習無旁態 他亦都接受這件事 但是這場球 說真的,就算你贏 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呢 因為這場球正正就是 其實嚴格來說 你當愛華頓是一隊強隊還是弱隊 又或者調轉來說,很簡單 愛華頓會不會主動攻擊你呢 我想大家心裡會給出一個答案 尤其是聽完第一節 大家都知道 阿康查羅提真並不是散油的燈 他絕對知道 有什麼針對性的部署 所以蘇斯特查都很難說 不作出一些應對 重點是說,沒錯 就算他作出多少應對都好 球員做不做到他的指示 或者做不做到他想做的效果呢 這個就是究竟有沒有機會反抵 又或者是 是否真的輸了這場 結果很嚴重 真的很重要 站在我的立場 我也是堅持自己 一般的原則 如果讓我選擇的話 這一場我甚至會 防守的鐵三角 即是長遠來的鐵三角 我會再重新 就是我會推出 麥加亞 和 杜安沙比 和 絕對 阿費特和麥湯 都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要幫忙 左閘我會推出 複數文沙 當然有原因 右邊會推出 雲皮沙卡 前面 我就會用 雲迪迫打 一個box to box 他主要是 運輸或傳送 當然 適當的時候 他就會走到禁區找位 射門 前面 反而我會把 Buno 放在右邊 馬仔 復出打中間 複仔打左邊 在防守方面 老人街見 我肯定會用 四個 穩住中間的情況 尤其是 今場球 費特和麥湯 不能不出 因為對手 方包也說 Alan Ducori 兩個都是搶得之人 我不找兩個 都叫搶得下 只會輸中場 很嚴重 另外 我特意放在雲迪迫打 去到一個box to box 的情況 亦是這樣的原因 希望他可以幫忙 去做搶 逼搶 在左右兩邊 正所謂 方包也說明 蝦米仔 蝦米諾迪股司 放在右邊 做一個主動搶攻 所以我放一個 偏向防守 更加著重的 複素文沙 幫忙打左閘 左右閘打過 其實真的挺稱職 他主要的工作 當然 如果一如所料 蝦米仔 真的在我們防守左邊 進攻 他當然是負責 凍結他 放在他自己的口袋裡 希望 因為我們上次也說過 如果對手 在我們的防守左路 出球的話 我們後面 防守右路的雲比薩卡 很多時候 由於整個陣式 走過來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掉漏 而且他主動搶點 踢走球 或承走球 這個真的不夠強 有了複素文沙 加上輝特 或者蜜當勢 幫忙 左邊 阻折對手的傳送 這個絕對減輕了 雲比薩卡 右手邊的 雲比薩卡 壓力 當然 我為什麼要把雲迪卡 因為他始終上落比較快 雖然 他打一個純防中 就不可以了 但是 我希望他可以回來 如果肺達到左邊 幫忙 折落的話 那麼 雲迪卡 起碼回來 可以幫忙補補 肺達的位置 這個就是配置 當然 如果 對的時候 或者有需要 麥湯也要往下 去幫忙 可能打到 第三個中間的位置 就讓雲比薩卡 真的可以看回後處 老實說 之前的情況 我們的排陣 或者配置 的確就是這樣 亦都有一個漏洞 但是 這個漏洞 有兩點很重要 第一 就是 雲比薩卡 傳到 翌日 他一定要盡量主動 你想想 一個大轉邊 路線很長 如果雲比薩卡 在這方面 如果能夠進步 的話 比較大機會 就是第一點 盡量搶點 去弄走 這個球 無論是頭座也好 用腳也好 另外 真的 麻煩 雖然我知道 雲比薩卡 是沒有後眼的 會不會 他都可以盡量 留意一下 你的前後左右 有什麼人 因為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駕駛 我自己駕駛的習慣 就是 幾時幾刻 都盡量留意著 自己的前後左右 有什麼其他車輛 萬一 我要做一個緊急的設線 我心裏面 都有數 究竟我左手邊 或右手邊 是否本身有沒有車 當然最終都要檢查 盲眼位 但問題就是 當你檢查盲眼位 之前已經心裏有數 雲比薩卡 不知道你有沒有車牌 如果你有 或者你駕駛開車的話 希望你都可以 運用這個技量 盡量 尤其是你要防守的時候 其實其他守衛都一樣 大約知道 對手的前鋒球員 在你的前後左右 有多少個 這件事 我覺得是我們所有的守衛 都是欠缺的一件事 據我看到 他們好像每個人都駕駛 但他們 就不太懂 測試自己的盲眼位 或者經常都保持醒覺 你前後左右 有什麼對手 或者自己 自己隊友也是 說真的 你看麥加亞就是一個重點 經常都撞到自己隊友 你就知道 他真是一般的 這方面 我覺得很簡單 就可以改善到這件事 不知道為何他們做不到 我也幫不到他們 希望做到 進攻方面 剛才說了 雲迪碧克 希望做到一個上落的角色 前線馬西亞 不用我教 福仔也是做他原本做的事 當然 適時應該是 要幫忙 進去中間幫忙 馬西亞 打一些1-2 但正常的情況之下 由於這次沒有疏疑 麻煩你 你就真的幫幫忙 去抓一下 福仔 如果你懂得聽我們說話的話 班奧就不用我們教了 整條右路給他打完就行了 雲迪沙卡 差不多傳球給他就對了 亦為何打右邊呢 這是重點 大家記不記得 麥多麟尼拿到球 他就要找班奧給的 第一 他這次有兩個選擇 他可以拿到球 給雲迪碧又得 或者給邊少少少的班奧也可以 有多了兩個選擇 對手就不容易 看到他的球路 第二 是邊線少少的班奧 其實空間比較大 大家都知道 在中間比球比較難 比他邊線 機會比較大 所以 會不會有班奧 在右路做到奇兵呢 我就期待這個情況畫面 當然 有需要的時候 奇兵的卡韻尼 Greenwood這些都隨時後命 我相信 普巴馬達這些都在 因為馬達上了一場 球都有點失準 所以我也等他坐後臂冷靜 或者休息一休息 但是Greenwood 看到了 Greenwood 卡雲尼 記住 如果出卡雲尼 要給一個有輸送的球員 才好 大哥 你不要出了卡雲尼 輸送的球員就走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踢 這些都可以做的 但是 反過來說 有一件事 一定要防 就是什麼呢 按照下提 他有時候會正路出牌 也要預計 有時候沒有那麼正路出牌 就是會不會這次做一個主改變 尤其是 大家都聽到方包說 Richardson 李策李迅 他已經停賽不能出 左邊沒有了快馬 反而就放了 J諾 即是哈米仔 放在右邊 我們的防守右邊 這樣做 另外 左邊 譬如叫伊和比 踢回他們進攻的右邊 這樣 這個就要預備好了 老實 反而 如果是這樣出的話 其實我這個配置 已經安排到的了 就是說 雲比沙卡當然 專門專心招呼 諾迪胡斯 哈米仔 而蜜湯和費特 可能要調一調位 費特來這邊 也繼續幫雲比沙卡 招呼 J諾 如果需要 但是 如果因為J諾 去了我們的右邊 防守 進攻的話 所以文莎就要守候處 有個好處是什麼呢 文莎始終 他本身打過中堅 亦都打過防中 他應該在 alert 即是在 比較上知道自己 前後左右有什麼人 真的會好一點 再加上 他有這個 比較上 高空的能力 好一點 他會主動 好似索爾 那樣 人家傳球 有時間的話 一定盡快把球殺走 當然 幫助他的 就會有 所以 如果像我這樣出 老實說 哈米仔 無論打正常的 我們的 防守左邊 或者 神奇地 放了他另外一邊 踢的話 其實我們也有相關的人手 去做一個安排 可以幫到手 所以 我就放了這個陣 大家當然都可以說一下你們的心水 還有 就是說 這場球都很矛盾 不過說到尾 我當然 都是只會希望賣亂贏 無論什麼情況都好 再加上大家都知道 我都明白到 蘇斯特查 那方面要解決有幾個方法 炒他只是其中一個 其實還有其他方法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今天不再重複了 所以 我無論如何 這場球我都希望贏 最好 就贏得比較好看一點 因為始終 說真的 就算 就算有很多朋友 覺得蘇斯特查 要走 我想我們打一場好球 給大家看 證明到給大家看 我們的球員 始終 還有教練 是有些事情 但是老實 無論怎樣也好 這場球贏輸也好 我們一件事 真的 教練團隊 是一定要增加人手 換也好 增加也好 都是要變 這就跟這場球 沒有任何關係 OK 今天來到這裡 今晚八點半 大家一起看球 看完球 長球十點半 完結後 大約半小時之內 就會有拍大巴角度 今晚看完球 記得聽完拍大巴角度 亦都預備你們的留言 最重要 OK 今次來到這裡 拜拜